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那饥渴慕义就是 Los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那这个是指公义 公义 那这边也其实很清楚的提到 那Empervival也是 他这边讲说 Uprightness and right standing with God 就是一个公义 一个公义正直 那他们 这边应该翻译说 饱足应该翻译成满足 satisfied满意或满足 那应该就翻译成说 即可可目得到公义的生命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到满足 或者是满意 他们会满足的意思 satisfied这一个满足 那我们其实也只能从神那边得到 神公义的生命 因为圣经讲说 只有他是义的 再也没有别的 一个地上一个义人也没有 那是从神圣洁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想要得到神公义的生命 我们想要得到公义的生命 我们只有从神那里去得到 因为地上没有人 是公义的 是义的 一个义人也没有 那是从神的标准来看 那是从神的另外一个角度 也就是从神的救恩来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借着神的宝血 经过神的 耶稣的宝血 神看我们每一个都是美丽可爱的 每一个都是属神的国民 都是圣洁的国度 这在圣经也提到 所以我们只有从神那里 可以得到公义的生命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渴望得到公义的人 也就是渴望来到神面前的公义的人 渴望来到神面前得到公义的生命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要满足 必要满足 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登山宝训 他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 到神面前来 渴望得到公义的生命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 因为一定会被满足 他们一定能够满意 所以如果一个人要神的义 那么他一定会得到 没有人能够夺去神要给我们的奖赏 神要给我们的义 那要神的生命 就是要自己的生命被神改变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提到一个经文 就是我们如果 眼目如果专一 我们全身就给光明 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求的一定会得到的东西 那就是神自己的生命 就是饥渴慕义 这边特别的讲说 饥渴慕义的必得到满足 必得到满足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那所以 最最保守我们的 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是神 以及他要给我们的公义 荣耀的生命 不然我们就容易因为得不到 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能求别的东西 我们很渴望 很渴望 那没得到 我们就容易带来沮丧跟失望 这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一件事 这样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2到23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多眼睛若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那寥亮要翻成专一 翻成专一 原言的BDAG to be motivated by singleness of purpose so as to be open and above board single 这边就是 借着一个单一的目的 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 开放 并且我们是正直的 正直的 诚实的 那single也是一样的意思 without guide 没有隐藏的 所以这边可以这样解释 我们的眼睛如果钻一 我们全身就可以光明 我们的眼睛如果除了神的生命之外 也蛮渴望得到其他东西的 那我们的生命 就不会这么稳定 就不容易稳定 就不会那么稳定 就像有些教会会强调 例如有些教会强调 成功神学 我们要强调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 我们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天赋 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求 去得到 我们可以跟神求 富裕富足 因为天赋是富足的 我们不应该有贫穷的灵 我们要活出一个丰富有余的生命 那因为 这样的教会会非常强调 我们是他的孩子这个地位 当然也会得到一些医治 也会得到很多的帮助 这也是真理的一端 但是 但是 圣经里面 并没有 一定 应许我们 会有 过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在物质上面 因为 因为我们看见 这样的教会就会有很多人 会用很多高档的东西 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用高档的东西 问题是我们里面渴望这些东西吗 如果我们真的渴望 那我们不一定会得到 因为圣经并没有应许 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东西 那也的确这样的教会 有些活得非常丰富有余 但是我们如果去仔细去读 查读 研读圣经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圣经教导我们的是 我们有依有食 就当自主 提前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九节 敬前加上 自主的心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依有食 就当自主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这是我们很需要认识的 这个自主 敬前 一个前进的态度 加上一个自主 那就对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利益了 这边第八节 只要有依有食 就当自主 这边 特别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样的人 这样一个服侍神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 那我们本来就是在地上 本来就是神就要我们服侍 当然不是只有全世界的人 这圣经是写给所有信徒了 所以我们只要有依有食 就当自主 就当自主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我们也许我们会神会给我们很丰富的 在物质上 在其他方面上 但是重点是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的心如果能够有依有食 我们就知足 那么我们就不容易 我们就不容易落在物质的 物质的网罗跟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私欲 所以重点是这个 重点是知足 我们就不会有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 我们如果知足 我们就不容易有私欲 以至于我们就不容易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所以过得丰富丰富 有不有余 过得多么的富足 那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重点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知足 我们如果不知足 我们就容易有私欲 我们有私欲 我们就容易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这个很保守我 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写 我们如果眼目若钻衣 全身就可以光明 我们的眼目如果除了生命之外 也蛮渴望得到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有一些不满足 我们有意有失之后 我们也有一些不满足 那么我们的生命 也就不会那么稳定 为什么会这样讲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如果不知足 我们所爱的不一定是神要给我们的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 经历到他的爱 因为那个不一定得到的结果 总是会使我们失望沮丧 因为我们蛮想 蛮渴望得到的嘛 我们一旦我们想渴望得到 那神不一定会赐给我们 有时候会 有时候不会 有时候可能 有时候得到 有时候也没得到 有时候会延迟 那这个不一定会得到的结果 会使我们失望 会使我们失望 那这个会使我们失望 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就会 落在一个沮丧失望的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他的爱呢 除非我们得到了 没得到 我们想到说 哇这也是他的爱 可是我们毕竟很想得到 所以我们会反过来想 哎呀我灭得到也是他的爱 也是他的爱 没有关系 我们要自主 那这种时候在学自主 当然也可以 可是就错多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 我最近所提到的 例如一切都是神 例如一切都是神最好的安排 我们有难处 我们有困难的环境 是因为我们有需要 我的环境是让我受苦最少 得到溢出最多的 如果我们最最想要的是神的生命 那么其实这些真理啊 我的环境是我受苦最少 得到溢出的 我有这个困难的环境 是因为我有需要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第七节 那么这样的经文 其实这些 对我来讲都是多余的经文 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渴望得到生命 过于其他的 所以为什么爱神 是寻求神的最短路程 有一本书是爱是最短路程 如果是小Teresa 小Teresa写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很推荐这本书 爱神是最短路程 如果我们还在寻求 别的东西过于寻求神 那么我们就需要 许多的真理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在这样过程中 就耗费了许多的时间 就耗费了许多的时间 那为什么爱神是最短路程呢 因为最大的诫命 就是尽心尽意 尽心爱主我们的神 那么神说的最大的诫命 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最快 最快 最短的时间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命令 这就是最大的诫命 所以我们 我很盼望大家 就是在追求的道路上 我们一定要 常常的寻求神 自己 神的生命 因为就像我们这边想着 我们如果 因为有不一定会得到的结果 会让我们失望 那种经常的失望 我们就必须要花使多的期待 恢复自己 但是在这种恢复自己的过程中 如果不是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改变 我们不要这个了 我不要那个了 我还是要神自己 那么 我们都只是在放学而已 每次来到神面 其实 没有得到 用神的爱来安慰自己 用神的爱来 再来鼓励自己 再让自己重新恢复 然后再 可是我们里面想到的东西 还是没有改变的话 那不只是在放 一直在放学而已吗 所以我们盼望就是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要学到 主 我们真的 要来单单来爱你 最爱的是你 最渴望的是 那个公义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 不会因为想要得到别的东西 以至于我们就 因为没有得到 或者是没有立刻得到 我们整个要再来恢复 再求神的爱 再来激励我们 我们再恢复寻求神的力量 再恢复对他的信任 恢复对他的信心 我们可能就 戳脱了很多的时间 就耗费了许多时间 不是吗 所以我盼望大家 在这样的追求的道路上 我们就非常需要住 就像这边讲的 我们的眼目 若单一 我全身就可以光明 我们的眼目 若单一 我们全身就可以光明 而且是 总是是光明的状态 不容易倒 不容易倒 这是很保守我们 很保守我们在神的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 怎么样得到公义的生命 怎么样 刚刚讲到 如果我们真的很渴慕 要神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经历到他的爱 就成正名 一个人越渴慕要神 越要公义的生命 越要这样的 单单的要他 那个渴慕的程度 越高的话 那么我们就 越容易经历到他的爱 因为什么 因为 我们所要的 必得到满足 一定得到 必得到满意 必得到满足 那很清楚就是 我们求公义的生命 神就给我们 我们求公义的生命 神就给我们 我们求公义的生命 神就给我们 我们不求别的 别的神给我们 也很好 我们得到 但是我们的心是在 公义的生命 我们知足 我们知足 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 而就上上下下 那最重要就是 我们一个 如果我们越要神 我们越要公义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 一直 一直经历到神的爱 那么越渴慕神 我们越经历到神的爱 其实是成正比的 其实是成正比 因为所求的 必定得到 必定得到 所以各位 你每天的生活 你在想得到什么呢 每天你生活的目标 是什么呢 在这个瘟疫 这么流行 大家每天 只好待在家里的情况之下 你每天的生活 你要什么呢 你在你的一生当中 你想要 还要得到什么呢 如果你还没有答案 今天是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从神那边 得到说 主 我单单要你 别的得不得到 无所谓 无所谓 我单单要饥渴慕 我单单要那个公义 要你做工在我身上 我愿意被你改变 那么我就必得到满足 满足 所以 我们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我们的眼目要 专一 专一 我不是说我们不求 地上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求 但是 它是不是我们心里面 最想要的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以别生代替耶和华 那筹骨就要加征了 筹骨就要加征 所以一个方式就是 可目神的显现 会使得我们越来越有 神的公义的生命 有些人觉得说 神公义的生命 好难好难 的确很难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 比较容易得到的方式 一个操练的方法就是 可目他 我们可目神 我们就会带来生命的长径 那 进了就会有公义的冠冕 赐给我们 提摩大号书第四章第八节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 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爱慕他的显现 这是我一来到这个教会 我常常的提到 我们要期待 神的显现 我们期待神的显现 神显现的 我们就会渴望 他再次的显现 我们一再的期待 一再的渴望 一再的期待 神的多次的显现 我们渐渐的就会 爱慕他的显现 就是这里 一个人一到期待到个地步 我们就会渐渐渴慕他的显现 那这就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爱慕 我们就会有公义的冠冕 我盼望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 很简单 我们就是天天期待他的显现 一个期待他的显现 我们就是 可慕 主 你今天要向我显现 你每天的早晨 你的慈爱跟念名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 那可慕就是指一种态度 就像饥渴慕一样 但是非常有福的 那一个人可慕要神的程度 要公义的生命的程度 直接他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成正比 再次的提醒 那如何经历神的爱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什么是我们所爱的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如果想要得到 神的爱 我们想要得到神的公义 我们一定能得到 那我们所求的 就一定得到 这样就更容易经历到神的爱 所以每天期待神爱的显现 主显现你的爱 让我们可以经历 期待你的爱的显现 我们就可以更深的得到你的爱 我们切慕 爱慕神的显现 公义的冠冕 就为我们存留 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他必得到满足 好不好 我们今天在调整我的眼目 在调整我的眼目 从世界离开 我们专注的仰望神自己 主我要你的生命 我要你公义的生命 好让我们得到满足 一旦我们得到满足 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从世界 想要从世界上得到快乐跟满足 我们就不容易犯罪 我们一起来勉励 谢谢 thought concept 咱们评论